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思远就因为连续抢了三天的红包 导致拇指僵硬 连握筷子都困难 郭思远今年24岁 从大年30开始疯狂地在各个微信群里抢红包 发红包 大年初四的早上 他开始感觉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很僵硬 不能弯曲活动 手腕一动就会痛 就诊后经医生检查 确诊为肩翘炎 看来抢红包虽然能活跃节日的气氛 但凡事过犹不及 大家还是要hold住才行 好了 再来看一条跟春节有关的微博 在阳年正月里陕西西安市中心 交通枢纽景点等地 被数万盏大红灯笼装点的格外摇扰 璀璨夺目 不过这样的喜庆场面 却是挡不住网友的吐槽 一位网友发微博称 自己因为红灯笼太耀眼而没有看到红灯 比交紧扣了12分 这位西安灯笼阁随后走红网络 许多热心的网友们纷纷找来现场的图片 分享灯笼阁的心情 电视机前的您找得到红灯吗 好了 最后让我们看看这条微博 童话中小美人鱼的故事既纯真有凄美 而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 如今有一家美人鱼学校 是吸引了不同年龄的人们前来学习 如何做一条美人鱼 学员包括不同年龄的人们 甚至还有不少男士前来学习 梦幻的鱼尾优美的身姿 各种模仿装扮也是层出不穷 据悉这家美人鱼培训学校的创始人马里依勒 原来就是一名专业的美人鱼表演者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风点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